镜头转到巴黎 从7月12号开始 每个晚上巴黎商宾院都会上演灯光秀卢泰斯 用声光表现法国历史 以及今日巴黎的诞生 希望唤起人们对欧洲文明的热爱 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修建的 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荣军院 最早是一所军艺医院 现在成为了法兰西军事博物馆 令人震撼的灯光表演 在这下夜的巴黎 在荣军院院内的三面墙上 新一代雷射4K视频投影仪 以180度的视角投射在面积为 5000平方米的建筑物石墙上 45分钟的精彩节目 利用灯光 声效和配音 提供给观众了解了巴黎 近3000年历史的变迁 有2000年 这里在巴黎上 中国人的监制 中文人 帮助中国人的包围 中文人的华为 中文人 超过的 西亚军事华为 中文人的华为 中文人 指出了 西亚军事华为 中文人 阮 中文人的华为 中文人的华为 中文人 机会 中文人 提供中文人的华为 中文人的华为 中文人 普通 中文人的华为 以及法国大革命 帝国时期 一战 二战 再成为今日的文化古籍 这是巨大的时光之旅 同时希望唤起观众 心中对欧洲文明的热爱和赞叹 容军院的灯光秀 从12号起将持续到8月底 这是第六次巴黎容军院 举行的夏季的夜间节目 自2012年起 这一活动已经吸引了 超过40万观看人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